大家好 我叫邓明露 今年我十岁了 我来自歌唱家邓丽君的故乡 河北省大明县 我扮演的角色是木桂英 这个木桂英啊 他不同于其他担心 他是个武将又是统帅 所以他的很多动作 其实是有他自己特点的 很英气 这个明露能不能教教我们 先从屡袖子开始去打 我先教给大家 是一个金去花旦的兰花掌 兰花掌 哎呦 这叫兰花掌 兰花掌 还有像那个亮相什么的 有没有特别的木桂英的亮相 木桂英的亮相 帅子气 我觉得你这个 跟刚才被这个手 是这样掐着的现在 这个是兰花掌 这个是兰花指 这个是兰花指 这不一样了 三 二 一 走 帅子气 好 艾明露 你觉得谁更像木桂英 你们两个像 我们两个像是吧 那我们两个呢 你这个应该指到这儿 他呢 很认真的老师 对 他就把牙收回这个 这个太难了 你这个事办不了 这个太难了 明露 小明露 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戏剧啊 我从两岁半开始学的 两岁半 那明露姐姐问一下 你就是学这个戏剧啊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唱念 作打都要学好 还有手远身反步 这样才能当一名好演员 一开始学哪一部 都是很难的 那你这个两岁半就学戏 想必你的这个启蒙老师 应该是家里人吧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爷爷 是你的爷爷 那今天爷爷跟你一起来了吗 来了 那这样我们让这个小明露 把这个形头给他摘一下 换一下 换一下 太辛苦了 然后一会儿让爷爷跟你一起出来 好不好 好 好 来 感谢小明露 谢谢 谢谢